花蓮池院醫療部的民眾衛教 想做跟大家介紹的是有關腎臟結石跟他的治療 那腎臟結石大家都知道是在我們台灣 或是亞熱帶的氣候的國家裡面 是非常常見的結石 我在座裡面有腎臟結石的人應該不少 就連我郭醫師左邊腎臟不一顆小石頭 只是現在還沒處理 那每天都有很多腎臟結石的人到急診來 五個十個夏天到了更多 所以每天十幾個 那到了秋冬就比較少一點 那大部分的結石都是很小的石頭 也因為石頭很小 如果他往外掉出來掉到塑尿管 就會引起很劇烈的疼痛 但是也有些人都不會痛啊 一直到體檢的時候才發現說 你有一個很大的石頭 甚至這個石頭會長到像鹿角那麼大 那通常聖結石的症狀有時候是沒有症狀 體檢的時候才發現到 那大部分就是痛 就是腰痠痠的 那這種痛呢通常不是一個點在痛 有人說我腰這一點好痛 通常那都是神經痛 腎結石的痛就長長的 怪怪的就整個人不舒服 然後你敲就會痛 這種叫做敲痛感 這表示說結石刺激到塑尿管 所以腎臟有點重才產生 那有些人是發炎發燒腰痛 然後血尿才發現說原來他有腎結石造成腎臟的發炎 所以會有發燒發冷的現象 那有時候結石卡在腎臟裡面呢 再加上更多的一個這個結石成分 然後我們知道尿中會有細菌 那細菌呢有時候會分解我們的什麼尿素 那分解成阿摩尼亞 阿摩尼亞大家都知道 好 臭味的阿摩尼亞 這個尿素分解成阿摩尼亞之後 就會跟其他的酶啦 阿摩尼亞、硫酸、阿摩尼亞這些 慢慢的沉澱在我們的結石上面 所以當你有一顆小石頭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注意 石頭會越長越大 而且長的速度會越快 那結石除了發炎之外呢 最怕的就是引起腎功能的損害 所以要特別的注意 所以為什麼有結石需要治療 就是說他會發炎疼痛 然後影響腎功能 甚至會出現初選的現象 當然腎結石的成因有很多 大部分的腎結石 百分之85以上 都是叫做草酸鈣 草酸鈣什麼叫草酸鈣 就是草酸加鈣 草酸什麼地方最多 綠色的葉裂 植物裡面 我們吃的菜裡面阿 綠色的葉子 還有一種我們台灣人很喜歡吃的茶葉 茶葉草酸很多 那鈣咧是什麼 奶製品或是骨頭肉類裡面很多鈣 所以呢 當你吃了很多奶茶 那最危險的 又有奶又有茶 那草酸鈣就要飆高了 當然除了草酸鈣之外呢 還有很多的結石其實是跟代謝有關的 包括尿酸 尿酸高的人 甚至結石也會多 還有一些是新陳代謝的 這些這些 這比較少見 草酸鈣呢 那也不一定是單純的草酸鈣 有時候也石頭在腎臟裡面 剛剛講過了 經過發炎的作用 然後再慢慢的接上去 上面會堆積我們的一個 硫酸芽酶 或者是剛剛講過的 阿摩尼亞 這個形成 這些東西就會石頭變得越來越大 那當然也有些人說 父母親有節食 小孩子機會會比較大 那這是血緣遺傳的關係 可是也有環境的因素呢 比如說一家人都吃一樣的水 一樣的食物 雖然你們夫妻兩個人沒有血緣的關係 可是在同一個環境住久了 環境因素也會造成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造成結石的 常見的原因 我們看到這就是草酸鈣的結石 看起來硬硬的 有時候你敲 那這裡面就是這些 茶啦菠菜啦 維他命C 雖然對身體有好處 可是也會讓我們的一個 草酸鈣容易形成 這些都是要注意的 好 那聖結石診斷其實很簡單 有症狀 醫生開個X光 或者是做個超韻波檢查 或是電腦斷層檢查 就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 因為有些人的結石是不顯眼的 X光照不出來 尤其是尿酸的結石 或者是說這個結石剛形成 還沒有很硬的時候 那結石不容易看得出來 這時候可以用電腦斷層或超韻波 來確定有沒有結石 還有結石的位置 像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右邊的腎臟石頭 左邊的腎臟這都是石頭 那這也是右邊的腎臟有石頭 這是比較小的結石 那看看 如果是這麼大 塞住這個雛臟出口 那腎臟就會腫起來 也就是像門口 石頭卡在門口 那你這裡面的水出不去 自然就會引起腎水腫 然後造成腎臟的發炎 用上面波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有石頭 這個地方有石頭 所以腎臟就腫起來 一樣可以很清楚看得到 那有時候石頭很小顆 可是他就偷偷的躲在這個地方 慢慢的慢慢的阻塞我們的塑尿管 造成腎臟功能就變得很差 有些人腎臟都壞掉了 他就不知道 那另外你看 這邊就已經開始有小石頭 那有這種石頭怎麼辦 就要定期檢查 要注意多喝水 所以呢 腎結石其實不可怕 他可以很好治療 他怎麼做治療呢 就是第一個 應該立刻去看醫生 如果石頭位置是在很好的位置 而且大小不是很大 我們可以用體外震波碎石處 或是用塑尿管鏡碎石處 但是呢 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用體外震波 石頭如果太大 體外震波打了之後呢 他會變成一些大的顆粒 要掉出來很痛 所以應該最好是小於一公分以下 再來用體外震波 如果大於三公分 體外震波就不適合 那時候就可能要用其他的方法 那大於三公分的結石呢 現在我們都建議使用 精疲腎肖的取食術 也就是說 我們從腎臟這個地方 打一個洞 直接進去裡面 然後把石頭拿出來 一次就解決 不要再分刺 那但是有些石頭 雖然很大顆 可是它卡在腎臟的食質裡面 也就是說卡在肉裡面 它沒有再出口 其實是沒有關係 我常舉例說 就好像我們的太魯閣 這個峽谷的山壁上的石頭 有些就露出來 它沒有掉下來 是不會影響腎功能 那就沒有關係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的腎結石 那這個石頭在什麼地方 石頭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經過碎石器打完之後 石頭就不見了 就很清楚看得到 那如果石頭還在塑尿管裡面 那我們怎麼辦 用塑尿管鏡 那現在有這種的卵式塑尿管鏡 可以從膀胱進去到塑尿管 然後用各種各樣的這種網子 把它夾出來 或者是用鐵射把它打碎 那可以看到這種網子 相當的精良 進去把它抓到這個網子裡面 然後就慢慢的拉出來 如果拉不出來 也可以用石頭卡在這個地方 用鐵射把它打成碎片 然後再拿出來 但是這種卵式塑尿管鏡 的缺點就是 它現在我們健保還沒有幾個 所以必須要自費 或是你要有這個保險的話 就可以用保險 不過呢 如果能夠用卵式塑尿管鏡處理 這個總比從這個地方打洞 對身體的傷害要比較小 而且復原很快 那我們看到 如果看得到石頭 那我們用鐵射 雷射把它打成碎片 那這種雷射呢 那我們現在 我們醫院的雷射 是不用再另外加錢 也就是說 那只是一個工具 幫助我們把這個石頭打碎 不會再另外加錢 所以呢 對於比較小顆的石頭 其實很早一點用雷射處理 也是可以容易幫它處理得非常乾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像這個石頭在這個地方 這個病人是已經在外院處理過 可是石頭跑回去 它又掉回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好好的 慢慢的再一次 進去用鐵射打碎 打碎完之後呢 石頭就不見了 然後呢 這個管子拔掉 變得就可以恢復健康的一個腎臟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做的一個石頭 我們看看石頭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進去裡面 放一個安全導線 看到石頭 那做這個時候呢 要很小心 因為為什麼 為了要看得到石頭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 點滴要沖水 可是沖水是水沖 有時候石頭太小顆就跑回去了 一跑回去 你抓不到 它又跑回腎臟 所以就比較麻煩 所以如果說你用硬式的塑尿管徑 你只能直直的看 就沒有辦法進入到腎臟裡面 那時候就要換成軟式的塑尿管徑 然後幫我再一次麻醉一下 解決你所有的問題 那像這樣子 把它打碎 連射打碎之後呢 我們再把一些石頭拿掉 恢復塑尿管的通常 所以這是現在 幾乎是我們密尼科醫師 每天在做的事情 那像這樣子 叫做鹿角狀結石 這個都是石頭 在剩餘裡面 每一個空間都塞滿的石頭 有時候是這樣子 兩邊的石頭 在塑尿管的開口 那腎臟會腫起來 像這種情形呢 我們就需要用尖皮腎罩樓打洞 打洞之後呢 這邊建立一個管道 像一個隧道一樣 然後我們用內飾劑 進去把它打成碎片 然後一片一片把它夾乾淨 這也是很好的一個處理方法 很簡單的手術 很短的時間 就可以把石頭 大部分的石頭都處理乾淨 雖然是一個小洞 可是事實上 它的恢復也是很快 那有時候我們用雷射把它打成碎碎的 然後再沖洗出來 這些都是聖結石處理的方法 我們看石頭在這個地方 我們從精皮腎罩樓 然後把石頭打碎之後呢 拿乾淨以後再照相 這個都很通暢 這石頭就沒問題了 所以呢 聖結石呢 是我們台灣非常盛起的一個泌尿科的疾變 那我想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會得到聖結石 那有聖結石的不用怕 因為只要你能夠奠極追蹤 三個月或是六個月追蹤一次 你的石頭還沒有變大 我們就可以把它處理好 那縱使有了結石 你現在有體外震波碎時機 我們有內飾劍軟飾 輸料管件 精皮腎罩樓 我們都可以很安全的把所有的結石處理乾淨 最重要的是有結石的人要特別注意 要多喝水 那根據醫師的這個祖父 好好的喝水 減少某些草磚鈣的一個食物的一個攝取 這樣子才能讓你的結石不再發 讓你的腎臟擁保健康 今天就跟大家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